对 你们俩之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没有问题 恰恰你们的困惑来自于外围 女生很年轻 但是经历过一段婚姻对吧 对因为我离过一 然后我带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 现在这个孩子是你带吗 现在不是 归南方 归南方 所以即使你们相爱 但是南方的妈妈是不同意的对吧 对 今天是带着两个问题来的是不是 对 哪两个问题 就是说我妈妈很介意她 对她一直都是很冷的 爱你不理的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跟老师们讨教 对 怎么攻克你妈妈 对 她母亲怎么对你爱大不理的 你们之间有沟通和交流吗 有 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 后来跟她妈妈坦白过后 她就会当我不存在的那种 然后比如说我让她给她妈妈打电话嘛 然后我就在旁边让她开免蹄 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一下 比如说妈妈今天吃饭了没啊 比如说今天要下雨 记得到啥什么的 她就装作没听到的那种 然后当我不存在嘛 见过她母亲吗 见过 怎么样 还挺好的其实 阿姨人挺好 因为我觉得吧 她可能想法会不一样一点 在老人眼里就觉得 你离过婚不可能是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好的话 那另外一方 她也不会说那么坚定的跟你离了 就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她就那种有点不信任吧 那她跟你说话吗 很少 就不理你 对 你母亲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吃过饭吗 吃过饭 因为我妈的话对于她 是态度很坚决 私底下也跟我说过 不要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但是的话我很喜欢她 我让她感情很好 为了就是说缓解我妈妈跟她的矛盾 有一次我出去我跟她吃饭 我说我把我妈叫出来吧 叫出来的话 然后你们两个借这个机会 可以相处一下 然后我把我妈叫过来了 但我妈一过来 然后看到她坐那 我妈立马就想走 然后我过去把我妈拉着 然后说了很多好话 然后我妈才吃完饭的 时间的话 我女朋友很想跟我妈能聊天 接话 但是我妈都不理 搞得我都很尴尬 然后吃完饭 我一想 反正时间还早 我们去逛海节目 结果我妈直接来一句 我还有事 我直接走了 我们两个站在那 就很无语 你们十一没安排 跟你妈去旅游一下 有啊 上次吃饭 我一次抱着这个目的 病人相处久了 她肯定会有一点感情 我说十一妈出去玩一会 然后我把我妈叫上 家里面叫上 从出发到玩完回来 基本上我妈没跟她说 说超过十句话 没有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很尴尬 我都不知道干怎么办了 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 是这么强烈反对的 还有别人吗 别人不发表意见 但是可能也是跟我妈一样的 哦 因为那老一辈的观念 不是那么容易能改变过来的 哦 她是介意她离婚 还是介意她离婚 还有一个孩子 都有 你跟你妈聊过吗 聊过 我一回去我都跟我妈 我说谈到我女朋友 但是我妈是永远不尽的那种 她脾气还挺好的 她也不发脾气 她也不说什么 她谈了这个话题 她就也跟我 什么大冷战之类的 她也不说话 她说不行 就是不行 好 那这个你跟她的母亲 就是阿姨 有没有单独的交流过呀 嗯 交流的话 其实挺少的 只是有一次 就刚开始 她知道过后嘛 她有打过一次电话 给我 谁打电话 就她妈妈 打电话干嘛呢 就说我 她说 我儿子一个未婚的 一个离异的女儿 你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如果在一起的话 别人会嘲笑她 就被别人瞧不起 那种 叫我不要跟她在一起 就希望你离开她 对 离开她 你当时怎么做的呢 就告诉她了什么 我当时没有 后来我想一下 还是不要隐瞒的哈 毕竟这事情 要两个人一起面对嘛 我也跟她妈妈说 我说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儿子的 我很珍惜这一段感情 毕竟我以前也是 就离过婚 我不想就是再离异 啥什么的 我想走到永远的那种 就除了这个 在言语上面表达 对她儿子的爱 和让老人家放心之外 还有老人家做过一些 什么实实在在 具具体体的事情吗 有啊 比如说 九月初的时候 天气不是转凉了吗 然后我和我男朋友 就两个人去 商量一下 买电秋天的 然后男朋友就说 要不我给妈妈买一条围巾 什么的 我就说 要不我跟她织一条吧 这样显得更有诚意 是吧 然后我就还单独去学了 然后我织好过后 就让男朋友送给她妈妈 送过去 她结果回来的时候 那个脸上就有点那种 犹犹豫豫豫的 我就问她 我说 哎 怎么回事呀 她就说 啊 刚开始送过去的时候 她说妈妈 她不要 后来她游睡了好久 那妈妈才把那个 留下来的 就围巾嘛 然后说 但是我说实在 我还没看到她戴过 建的也少嘛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要娶她呀 因为刚才 是一定要娶她是吧 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啊 觉得这个女生是我喜欢的那天啊 然后我就跟她过去聊天 然后还加了微信 后面的话通过聊天的话 我觉得的话 她对于感情是很认真的 我这个人的话 对于感情只有一点 只要感觉到你真诚 对我好 我都很喜欢 然后平时的话也很照顾我 包括做饭 媳妇 还有家里面家伙 她都不要我干 我觉得真挺好的 那你们俩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想娶她了 现在的话 先把我妈搞定吧 先想把她妈妈 对我的芥蒂给放下来 所以你们也没那么着急 只是先希望她家里能接受你是吧 对 要先能接受 然后才能就是 做到谈婚论嫁什么的 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事嘛 哎呀 这可咋整呢 徐老师 来吧 说说咋整啊 我觉得其实你们是 应该要非常有底气 女孩是有过一段婚史的 但其实正是因为有这种历练 她更懂得什么样的男人 是最值得爱 是值得去托付终生的 同时她看上了你呢 那反过来证明 你其实是一个完全符合 好男人的这个形象 而这其实呢 是由你母亲的功劳 我想你的家教 你的背景应该是很不错的 所以 以此推断 你母亲一定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但之所以她对于女孩的排斥 还是可能是根深蒂固一些传统的思想 所以最应该解决这件事情的人 一定是你 因为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男人 未来你要承载她 包括她的孩子这个家庭时 其实你面临的困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清楚 其实蛮多的 如果你现在看到的 遇到的就是你母亲这个障碍 你要去独自去解决她 不要让女孩去承担 女孩做得不错了已经 但是的确在她那层面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而仅仅是因为她爱你 她希望能跟你一起去面对这困难 但你要做的呢 可能恰恰应该是挡在她的前面 自己家里的事情都自己去处理 当你在觉得时机不成熟的时候 其实不建议说过早的把她推出来 过早的她直接面对你的母亲 因为你知道那样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 你的母亲不是那么好说服 你的母亲你最了解 用什么方式去解决 其实你应该更了解 我建议你是独立去解决 因为很多离以之后的 尤其是女性 是受到一些设计上不公正的待遇 或者一些眼光的 但是我们要做好自己 自己的幸福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绝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些异样的眼光 而阻挡我们争取幸福的道路 好吗 小伙子 好 谢谢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不是妈妈有偏对 这是你的问题 因为不管你想过没想过 你要选择这样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女孩成家 势必要面临可能你的同龄人 其他男孩子 两人都是初婚 所遇到的问题要多 妈妈替你想到了 但是为什么妈妈想到了之后会反对 不是说因为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如何 是你的妈妈了解你 她知道我的儿子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她有什么样的状态 她有多大的担当 能够承载这样一份婚姻情感 妈妈有些胆怯 但是妈妈这份不信任 不相信 其实还是源于你现在的力量不够 你可能在和母亲的沟通当中 并没有规划好 和一个再婚女孩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 没有让妈妈放心 你进入这样一段感情 妈妈担心的是这些 她对这个女孩我相信没有意见 你找张三李四 只要你幸福你快乐 你们相爱父母是祝福的 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能力 去承载这一切 我有一个朋友 是个女孩离婚了 她还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男孩 但是她后来嫁人了 她嫁的这个男人也没有结过婚 没有生过孩子 最后这个男人和我这个朋友生活在一起 带着他的孩子还带着我女朋友的母亲 就他们一家四口是这样的模式 组成这样一个 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外来的这样的状态 而这个男人的父母完全同意 是因为这个男人很有能力 他可以把这个家庭过得很幸福 让所有人都快乐 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依然非常快乐 所以承载这个婚姻 如果你们成家 核心点支撑点在哪 所以不是妈妈的问题 妈妈只是担心你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 如果你真的决定娶她 你要做好准备去迎接 可能比同龄人 比同等情况下 男孩子要承载更多的东西 让你的母亲放心 她就会支持你 女孩子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相信你心里深处 对这个阿姨 对男方的妈妈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你知道确实 你的情况复杂一点 对 要复杂一点 当妈妈的肯定会想多一点 对 很正常的 所以既然我们经历这样的 前一段的人生 我们就得勇敢地去面对 所以你真的要变得更优秀 更强大 不会的 而且我相信 经历了上一段 你现在又有勇气走入 这样一份情感 你是做好准备的 而且也是在不断地增长力量的 希望你能够用更大的勇气和 耐心去迎接未来的生活 因为其实生活都不是平静的 我们有过的经历也是财富 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 有时候需要一些方法 让老人去认可你 这是你要做的功课 好吗 谢谢老师 以前老有一句话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 说有一些受到父母阻挠的情侣 或者婚姻 他们最后可能父母都拧不过孩子 都顺从孩子了 但是这个过程要经历很长时间 甚至很大的折磨 很多情侣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不住这种的折磨 或者说时间的考验就散了 但有一些情侣经历过来了 然后最后也过得很幸福 现在可能妈妈是处在一个 就像阎老师说的 担心的状态当中 因为你知道父母的择偶标准 我指的是父母为儿女择偶的标准 和儿女自己的择偶标准 是完全两条路的 父母他永远是为儿女寄深远的 他看到的永远是以后 恨不得能想到你之后 有了孩子的孩子的那一步 但是子女择偶的只是看到眼前 他可能觉得我要找一个 我爱的就好了 我觉得我有能力 有责任承担起这份家庭就可以了 可是父母并不是这么想 所以你要理解你的妈妈 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女方 你可以在细微的小事上面 默默地得到她妈妈的认可 不是说刻意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因为男方其实要理解女孩的一点是 她现在压力是比你大的 她背负的东西是双重的 你可能背负的是家里面的压力 她背负的是世人的眼光 还有你家的压力 还有你的压力 因为她可能会害怕有一天 因为你的父母的阻挠 你离她而去 所以在这种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更多给她的关心和爱护 让她能够坚定地 跟你走接下来的路 所以我觉得妈妈那边的工作 还是需要你去做 然后女孩呢 不要着急 如果你认定了这份感情 有勇气继续走下去的话 用时间去证明一切 好吧 好 在我们的生活周围 我们总会发现一种情况 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往往很难嫁 当一个男人拖着一个孩子 往往相对于来说 比较容易娶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对于男女再婚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男人生活阅历多 那叫丰富 女人生活阅历多 那就叫不单纯 这是刻板印象 另外还有一方面 女人之所以难嫁 是因为很多男人希望过二人时期 如果你拖着一个孩子 那么两人之间会有太少的空间 我赞同燕品红的意见 自己的母亲总是知道 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 总是知道自己的儿子 有多少担当 从小到大看着你长大 你对一件事情的热衷程度 到底有多长 母亲是最清楚 她怕你扛不起来 或者为你将来 所可能要担负的更多责任着想 所以不欢迎这个女生 所以说 你们的谈婚论嫁 还为时太早 一方面对于一个女性的再一次婚姻 不应该有歧视 每个人都有这样选择的权利 但是作为第二次婚姻 对于将来的婚姻生活 和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男人 你是不是想清楚 因为你跟他不一样 你应该想得更多一些 而至于男生 我觉得工作这些东西 你没有必要去做 如果一个男人真正想娶 那个女人 父母基本上是拦不住 只要你真想娶她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你决心不够吧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 我非他不娶 我能给他幸福 我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我相信父母最终 还是以你的意见为准子 是你自己不够勇敢吧 多想一想 多考虑考虑 好吗 谢谢 没事啊 被我给问复杂了 我们都在思考 怎么去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有一段这个 来这儿的最真实的 这个目的和表达 我们可能都忽视了 对吧 我说你们是着急 就要结婚吗 女生说不是 他们来这儿实际是 希望这段恋情 先得到男方母亲的 不要说祝福 是同意 认可 就是认可我们交往 我们在交往 再往前走 是吧 对 并不是那么着急说 我们一定是要结婚的 对吧 所以老师们对你们这个 担忧和忧虑 实际上是没有的 对吧 所以老师说的第二点 你们要记住哦 就男生勇气可加 至少我开始去恋爱了 但是未来的日子 还是很长 能不能承担生活 带来的这一切 男生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 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以前 没有想到过 是吧 可能女生也没有 想到过这么多 而且还有老师 其实也说到了 有些事情是要你去面对的 而不是要女生去面对 因为只有你面对了 这个问题 他才能够 很顺畅地 进入到你家的门里 是交往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好像一切都有些急了 听起来有些匆匆 特别着急 哎呀我喜欢他 我就带到家里了 结果弄到现在 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我问问 有没有什么 更具体的一些方式 可以帮到 因为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吗 妈妈反对了 我们还希望得到 妈妈的同意 然后继续交往下去 有招吗 我倒觉得 不必那么着急 跟你的母亲 一定要评理 因为这事可能用理啊 讲不清楚 嗯 你们只要你们 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过得很甜美 然后呢 你时不时地 说点她的好 慢慢地 我觉得 就会让你的母亲 对她好奇 哎这是一样 什么一样的女子 能把我这宝贝嘎的 给给心全拢住了呢 请许你母亲 还主动请她到家里 或者在外一起吃顿饭 所以有的时候啊 直接搞不通的话 搞不定的话 就咱就绕点弯路 让你的母亲 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呢 都是这女孩又懂事 又温柔 还漂亮 还特别懂得关心 也就是说 现在不要再刻意地 去做什么 放一放啊 如果说你 一开始守不通的话 去关注他们俩的情感 就好了 OK 来 我当时就想跟女孩说 一个是 不要太去过分关注 这个阿姨对你的态度 妈妈对她的态度 另一个其实对你来言 很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 把自己变得更加的 有力量 这种力量 不仅仅是从爱情中获得的 说我现在有勇气 去接受一份新的感情 告别过往的伤痛 而是我们要全副武装自己 就是我刚才讲到 那个例子当中 为什么全家人 就南方全家人 都欣然接受这个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够优秀 这个优秀不是说 我们事业多么有成 或者是我们 多么擅长做家务 而是内心的一种自信 一种通过对生活的热爱 对我自己 欣赏自我的这种能力 让自己变得 更加自信起来 就当你发光的时候 别人是看得到 其实今天你坐在这 虽然穿着一件 很亮的裙子 长得也很秀气 我没有觉得你发光 你整个的情绪 都是低沉的 忧郁的 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所以我希望你阳光起来 你阳光之后 你有了这种能量 自然别人会欣赏到 你的美 你的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你要加油 要努力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其实说白了就是 老师们希望你们能够 正常的 你们先去恋爱 彼此加深了解 好好地面对彼此 然后妈妈那边 不要极力去讨好 现在做也太早 因为你们不是不急着结婚吗 对吗 对 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想对对方说的 我觉得的话 以后的所有困难 把我家里面 对你的不喜欢 我觉得还是像各位老师 所说的那样 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毕竟的话 我是开路的 你是跟着我走的 是吧 然后我也 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两个都不要变 然后一如既往的 像以前那么开心 只要我们两个一直在坚持 妈妈他们肯定会看到的 对 只要你们幸福了 他们肯定就会看到 所以也不要着急 好不好 我们就把 如何去攻克妈妈这个难关 放一下 因为妈妈这个难关 不需要攻克 只要你幸福 妈妈是一定会支持的 对 来 我们请这个曲总 送她一份礼物 来 过去 通常呢 我会选择送为女生 但这次我要送给男生 因为我希望你能更有力量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有力量保护好自己的女人 同时让自己的母亲也开心 谢谢曲总 好好去磨合好吗 谢谢你们啊 请回请回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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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